《北京的污染》 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见过蓝一点的 你见过白云吗? 没有 这是2014年 整整一年的北京 污染天数175天 《北京的污染》 我认为在大城市里面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北京 我认为在一些工程的城市 也认为在大城市里面有大问题 我认为在大城市里面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温暖的国家 最高的颜色的水质量 最低的水质量 第一,是超过的 我认为中国使用很多砂漫充炒的火炉 在大城市里面有大量的水质量 最高的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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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量、水质量、水质量 都很与与一起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在大城市里面有最大的问题 中国的PM2.5 60%来自于燃煤和燃油 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 PM2.5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火山喷发和森林大火中 就有大量的锡克利物 从钻木取火 学会能源开始 人类活动就在制造PM2.5 煤炭的大规模使用 曾经给英国和德国带来过严重的淡烟物 而石油时代到来之后 燃油给美国、日本带来过大气污染的沉重后果 此时此刻 实际上还有很多处于工业化竞争中的发展中国家 像印度、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 正饱受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困扰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体量巨大 导致两种能源的燃烧强度都很大 《武器》的影响 有明显的影响影响成的影响 在吸引爆炸物件和吸引爆炸物件 吸引爆炸物件 这类型的影响成的影响成的影响 这类型的影响成的影响 我是PM2.5 我的弟兄很多 多环方青 各类重性素 每一个都带着力气 在攻击人类的闪光游戏里 你们的每一颗呼吸 我都在 他们应该做一些很大的 環境政策政策 让他们通过 我们必须要向前进 一个整体的颜色 整体的颜色 每个都带着 我们必须要共同的社会 和管理资源 我们必须要在 货币的颜色 需要更多的 货币的颜色 和货币的颜色 和货币的颜色 我们必须要更多的 货币的颜色 但是 你能够更快 更快 更快 你能够在 其他地方 在世界上 有很多 的谈论 需要 再次进行 更快 不过 这些改变 更快 如果我们 能够带着 这些荧物 更快 我们一定会 遇到 灵魂 通过不限的努力 还太可难了 能够保持下去 所以 2014年 6月份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能源 国家安全战略 已经明确 能源是一种商品 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 和市场体系 而且要改变政府 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 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 他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意志 你还可以试试随手拍定位工业污染源 监督举报违法行为 在微博中 at当地环保部门 请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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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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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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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历史 很厉害 有很多地方 在中国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不停 我认识 在其中央 都是不做 在其中央 所以 是像其中央 在其中央 在其中央 计划 学生社会 有更多的地方 在美国 的地域 要让人们 外面 知道 那是不正好 的 我认识 你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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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